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筑块会计 来 我们看教材的第三章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首先我们看一下本章的学习提要 这章是次重点 其实固定资产它是基础内容 如果要放到初中级的话 那这就是重点了 但是放到我们筑块 它确确实实就是一个次重点 单独考固定资产 也就是一个题 二分 但是在主观题当中 比如说我们涉及到了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涉及到了债务重组 包括合并 包括所得税 包括资产flag 日后事项 都可能会涉及到固定资产 那个就不单独统计在这个分支当中 我们整套试卷当中 考固定资产一般是一道客观题 这是整体我们的一个考情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 第一节是关于固定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首先第一个是关于固定资产的定义 什么是固定资产呢 是指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有形资产 啥就有形各位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 对吧 来 这东西看得到吧 带声呢 听 是吧 看得到摸得着的 第一 是为了生产产品提供劳务出租 或者是经营管理而持有的 亲爱的同学们 你发现这里没有什么 没有出售 因此我们后边讲 如果你把固定资产给它出售了 请问他能确认收入吗 收入是日常行为 他能确认收入吗 不能 这就是原理所在吗 你看人家定义当中有没有出售 没有 因此你把固定资产给卖了 是不能确认收入的 第二 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 一般指的是12个月 那是不是只要超过12个月的 我是为了生产产品提供劳务 经营管理而持有的 它就是固定资产呢 你比如说这个计算器 各位计算器它是不是固定资产 这东西25块钱一个 它能是固定资产 因此你会发现它价值比较低 但是我们准则 没有对固定资产的单位价值 给一个核定标准 为什么 靠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当然你也不能判断太离谱 比如说我是一个大型的上市公司 那我可能买一个5000块钱的打印机 我也没有必要把它当固定资产了 可能直接就废话了 财务部用的好 借管理费用带银行存款直接费用化 但如果你是一个小门小户 我的注册资本才3万 这种你花5000块钱 买个打印机 老老实实给我做固定资 所以对于同样一项资产 可能有的企业 咱们就把它做固定资产了 而有一些企业呢 就直接把它当机费用化 但是你比如说我买个车 花15万 我这个企业资产800亿 15万一辆车 我也给它废话 废你个6万 那可不行 职业判断不是让你瞎判断 好不好 这是关于固定资产定义 确认条件 都是那两条 第一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力 要很可能流入企业 第二 它的成本要能够可靠的企业 好 所有资产都是这两条 过了啊 所有资产都是这两条 接下来说一说 关于固定资产的初始企业 考试大纲能力等级是二级 什么叫初始企业 说白了 我买了一项固定资产 或者我取得了一项固定资产 我的入账成本如何确定 这里大家记住一句话 这句话是贯穿整个固定资产 初始企业的始终 就是我们使固定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所发生的一切合理的必要支出 构成我们固定资产的入账成本 我不管你是买来的 还是资荐的 还是其他方式取得的 他都是这个逻辑 都是这个逻辑 说明白了吗 再来一遍 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所发生的一切合理的必要支出 啥叫合理啥叫必要 我给你举个例子 各位同学 你比如说我现在买辆车 拿这个车 我这辆车 我办了牌照 我交了这个车辆购置税 然后我就感觉这车 哎呀太晒了 不行 我贴个膜 这个音响也不咋低 我得给安个什么盾 曼哈顿 当然不是曼哈顿 安个音箱 我贴膜加音箱加一块五万块钱 请问这五万块钱 要不要记录到固定资产车辆的成本当中呢 要不要 不要 什么叫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就人车能正常上路开 你闲晒你贴膜 你闲音响不好 你换音响 人这车正常能开 能理解了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外购 外购的话 那就是买价加相关税费 加装卸费 约束费和专业人员的服务费 我一个月说买价不用说吧 那这个相关税费是啥呢 各位 我们分两条下来说 第一 如果是增值税 我要不要记录到固定资产的入账成本呢 要和不要都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你听我课 你千万别说要或不要对或错 我们得分析 如果你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你取得专用发表了 那这个就不要紧了 把它作为增值税的进项税 但如果你是一家小规模纳税人呢 那你增值不能抵扣啊 小规模它是减一计税 对吧 不算肖像 不抵进项 按不含税销售额乘以 是用征收率来计算增值税 那这时候你取得了进项也不能抵 怎么办 记录到相关资产成本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买的是车 可能要交车辆购置税 你买的是房 可能要交汽税 这个车辆购置税和汽税 它是使我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合理必要之处 因此我需要把它记录到固定资产的入账成本 好 后边装卸预书 这都好说 来 这里有叫专业人员的服务费 我们有的时候呢 考试的时候 它给你写成专业人员的培训费 哎 你看哦 两字之差 截然不同 咱先说结论吧 培训费不进固定资产 入账成本 为什么 人家资产自己本身能用 是你不会用 你去培训了 人资产本身可用 已经达到预定使用状态 所以这个培训费 你不要把它记录到固定资产 入账成本 我们举个例子 还是买车 哎 你买了一辆 Lambrogini 那Lambrogini花了好多好多钱啊 但你没驾照 你去花五千块钱 去学了个驾照 我就问你 这五千块钱 要不要进车的成本 要不要进车成本 肯定进不去 对吧 你学驾照花五千块钱 跟我车能上路开 是一回事吗 你不能开 刘老师能开 刘老师十多年的老司机 我有驾照 我可以替你开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本质上 就是培训费 那说啥叫服务费呢 你比如说 这个资产买进来之后呢 你需要调试一下 来配置一下 对吧 你举个例子 你比如买空调 你买进来之后 你直接能用吗 不能啊 得什么安装调试 那人家有专业人员 给你服务 你给人交的这个服务费 要记录到固定资产的 入账成本 说明白吗 各位同学 来 我们外购固定资产 分两种情形 第一 买来就能用 这叫不需安装 第二 买来不能用 得安装 分两种情况来说 第一 如果买来就能用 不需安装 直接叫固定资产 分路 借固定资产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 进销事件 带银行存款等 所以它上来不能叫固定资产 它上来得叫再建工程 所以沟路时借再建工程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 进销事件 带银行存款等 你在安装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发生一些支出 比如说领用本企业的材料 带原材料 比如说领用本企业产品 带库存商品 比如说发生人员薪酬 带应付职工薪酬 你也可能会领用 其他工程上的一些物资 那就带工程物资 反正你用啥 你就带啥 好 什么时间把它转到固定资产呢 各位记住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把它转入到固定资产当中 借固定资产带再建工程 你再建工程的借方 规矩有多少 我就都把它多一股脑的 转到固定资产当中 好 刚才我说了一个专业人员的 培训费 记住 它不构成固定资产 路上成本发生时 进当期随意 包括你固定资产已经能用了 你后续再发生支出 也不进 比如说 你举个例子啊 各位听好了 还是以车为例 你买车以后每年都要干什么 维修保养 包括你买车每年都要交什么 车辆的保险 它能进到车的成本吗 不能 人车都已经能开了 能用了 我在到面都开了 所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后 再发生的支出 也不构成固定资产的成本 好 这是关于外购固定资产的一般情形 没啥难度 也没啥问题 过了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说说其他情形 第一个 是以一笔款项购入多项 没有单独标价固定资产 应该怎么办 啥意思 就是正常 比如说 我们还是以余老师为例 你知道余老师 我让你们保密 你们都给我泄密了 余老师为什么要直发 为什么要直发 因为要结婚 要结婚就要买家电 买家电呢 比如说 电视 这是要有的 虽然不看现在 冰箱要有的是吧 也不做饭 洗衣机 要有的 也不洗衣服 肯定洗 余老师不至于不洗衣服 空调也要有的 余老师怕热 正常的 这四家 比如说电视 五千 这都是公益价 冰箱 六千 洗衣机 三千 空调 八千 你看 这是正常的公益价 但是余老师说了 老板 我买这么多 你能给我打个折吗 老板说可以 你看这些加在一块是多少 来 现在刘老师对自己非常没有自信 我必须得用计算器去加两万二 是不是 是不是两万二 所以这些家电合在一块是两万二 那合在一块两万二 然后最后老板说得了 看你长得高大帅 虽然头发不这么多 但是人长得比较帅 两万 你会发现 他是以两万的价格买了这四样 家电 那分别电视是多少 冰箱是多少 洗衣机是多少 空调是多少 怎么办 我们按照各项固定资产公允价值 它的比例对总成本这两万来进行分配 所以那你告诉我电视要分多少 那就是五千除两万二 对吧 五千除两万二 看明白了吗 那洗衣机呢 六千除两万二乘以两万 以此类推 分别确定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 说清楚了吧 各位 我课上所有的这些举例 你别当真 你别当真 我看还有同学 明天要问问余老师 你问那事人能跟你说吗 你是不是傻 好好跟刘老师学 你会听到更多八卦 来 第二个 各位 今天 今天第一个有难度的东西出现了 如果你要是没有任何财管基础的话 接下来请你一定要认真听 我要给你补一补财管的知识 我要给你补补财管知识 企业如果购买固定资产 它支付的价款超过了正常信用条件 一般一年以内支付 但如果你分三年 分十年 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 那么我们固定资产应当是以购买价款的限值 为基础来进行确定 看好了 比如说我分三年支付 每年年我付给你一千万 这三年我一共付的可是三千万 但是我的固定资产能不能按照三千万路障呢 答案是不能 我按什么 按限制 你实际支付的这三千 和我那个限制之间有差隔 这差隔本质上是利息 我们采用实际利率法 在整个三年内来进行摊销 那么首先呢 我得给大家补一补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 包括未来听回放的同学有多少是没有学过采管知识的 如果没有下边的知识 你给我好好听 看好了 我们之前在讲第一章讲过限制的定义 对吧 未来限制流量以恰当的折限率 折到当下的价值 叫限制 但如果是这样呢 我每年的年末 我支付一千万 来 每年的年末支付一千万 各位你会发现他有个特点 这个特点是什么 第一 你的支付金额是相等的 都是一千 第二 你的期间也是相同的 间隔期是一年 我间隔期是半年行不行也行 我间隔期是八个月行不行也行 这种情况下 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啥呢 叫年金 年金年金未必一定是一年为标准 我刚才说了八个月行不行行 半年行不行行 年金只要是等额的 等期限的就可以 等额等期限 那么在计算的时候 我要算什么算限制 对吧 它的基本逻辑是什么 基本逻辑是把这一千要折到这 把这一千要折到这 把这一千也要折到这 所以这就是个年金 年金的话 如果我们用那种纯数学的方式去计算的话 也可以算出来 比如说我告诉你 折限率是5% 至于这个折限率 题目给定的已知条件 折限率是5% 那么怎么折 来 一千除一加5% 这就是第一个 这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一千除一加5%的平方 第三个呢 一千除一加5%的三次方 因为我是把这三个往前折 所以我把这三个加一块 算出来的这个金额 就是它的限制 272 这个金额 我给你蒙一个 我看我能不能蒙对 2723.2 蒙的 蒙的 这数我蒙了 你要不信的话 下课你自己拿精神器 你看我蒙的 对不对 2723.2 蒙的 各位 这太麻烦了 我要80年了 我折84啊 太麻烦了 所以人很聪明 他就给你弄个系数 啥呢 就如果 是这么写的话 看好了 如果他这么写的话 这个叫什么 这叫年金限值系数 年金限值系数 我们考试一般会给你这个东西 你拿来用就行 年金限值系数 你直接拿来用就行 推导的过程 我不给你讲了 如果你想去听 我们有公开课 包括蒋老师也讲过 这个年金限值系数 比如说像我刚才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 那就是他会给你这个数 I是利率5% N是七数三七 等于2.7232 考试这是已知条件 他直接给你了 P-A 什么意思 A代表年金 P代表限值 也就是年金算限值 利率是5% 七数是三七的 给你了2.7232 你就不用这么一个一个去算了 明白了 你就不用一个一个这么去算了 所以这时候我怎么算 很简单 拿年金A去乘以 这个年金限值系数就可以了 直接乘就出来了 年金A是多少啊 各位同学 年金A是1000 系数是2.7232 走你 算出来的就是2723.2 看明白了吗 各位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年金啊 年金第一个 它是不是一定是一年的 不一定 只要是等个期间就会 我都是八个月行不行 行 我都是六个月行不行 行 好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必须是等金额的 我第一年1000 第二年2000 第三年3000 各位这叫年金吗 这不要了 必须是等额 等期限 每年都是1000 这才可以 如果真的假设啊 是这种情况来 第二年我给2000 第三年我给3000 这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 没啥好办法 一个一个算吧 1000除1加5% 加上2000除1加5的平方 加3000除以1加5的三次方 只能这么算了 老鼠有别的方法 你爱用啥用啥 好不好 我们驻快考试 一般没有这么变态的情况 一般没有这么变态的情况 所以各位同学 听好了 两种方法 我要求你都得会 并且都得掌握 我们95%的情况下 会给你年金限制系数 但假设他不给 你也得会算 这种东西拿计算器是可以算出来的 老师这个东西我不会算 拿计算器算 没让你拿笔算 拿计算器算是可以算出来的 说明白了吧 各位清楚了吗 好了 来 没问题 没问题了吧 好 23.2%是什么 接下来我需要算什么 本金乘利率 对吧 利息啊 我不管你是哪年的利息 都是本金乘利率 是不是这个过程 好 接下来我们算第一年的利息 你告诉我第一年的本金是多少 你回过头来看这图 这个点 最初最初这个点 这个本金是多少 是不是2723.2啊 这是你最初最初的本金 对不对 所以第一年的本金是2723.2 利率是5% 所以你能不能算出第一年的本金乘利率 得利息 算出来 2723.2乘5% 136.16 136.16 是谁叔叔 是吧 算出来了吧 好 接下来 各位 你在第一年年末 你付款的是1000 你告诉我这1000是什么 你付出去1000 这1000是什么 这里既包括本金 还包括利息 对吧 所以你能不能帮我算一下 第一年 我还本 还了多少 我第一年 我还本 还了多少 本利盒 我还人息1000 这里有利息136.16 所以你能不能帮我算出来 本 863.84 这是我偿还的本金 各位 第一年利息算出来了 第一年我给人家的本利盒是1000 利息是136.16 所以我偿还的本金是863.84 能跟上吗 能跟上 这是第一年 来 第二年 我写这 各位 你帮我算算第二年的利息是多少 我现在问你个事 我第二年年初的本金 还是不是2723.2 终于不是了 第一年年末我都还这么多了 对吧 所以第二年年初的本金 应该是在第一年的基础之上 把第一年年末的偿还金额给人减掉 所以是第一年年初的2723.2 减去第一年年末我已经还的本863.84 这个金额才是我第二年年初的本金 然后拿它再去乘以实际利率 5% 利率不5%吗 对吧 我们算一算 第二年的利息是多少呢 有同学算来是92.97 这数应该是对的 我看好多人 都算这数 92.97 这是我第二年的利息 能跟上吧 好 再来 我第二年 到了年末 你看 我又花了一千 请问这一千是什么 第二年年末 我说又花了一千 这是什么 本利盒 那我问问你 我还本花了多少呢 来 帮我算一下第二年 我还本花了多少 一共本利盒是一千 这里边有利息92.97 剩的不就是我的本金吗 来 我给你减一下 一千减92.97 应该是907.03 907.03 所以第二年 我偿还的本金 就是907.03 各位同学 能跟上吧 是不是 你原来不会 现在也会了吧 好 这是第二年 来 各位 到了第三年的时候 我们换一种方式 一共就三年 而且我算出来的 这个所谓的年金 限制系数 它不是一个整数 它后边还循环呢 我四手五路保留了四位小数 因此 各位 你算出这个限制 它也不是个整数 到最后一年怎么办 会有一点点小数伪差 那怎么办 我倒算 我怎么倒算 各位 你帮我算一下 第三年 我还有多少利息没还 你看 我三年的利息合计 是276.8 这我三年的利息合计这么多 对不对 我第一年的利息 算出来是136.16 我第二年利息是92.97 那我还有多少利息呢 同学帮我算出来了 47.67 这47.67 它就是我第三年的利息 你说你用年初的这个本级去乘 可能也是这个数 但是后边可能会有点小数伪差 但我最后一年 我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用减法 我不用乘法了 能理解吧 那你告诉我 我还本花了多少 还是这个道理 拿一千 你看 你不又还人一千的本利盒吗 拿一千去减去这个利息 47.67 来 你减一下 一千减47.67 这是952.33 952.33 都结束了吗 来 我问大家个事啊 你说我第一年还的这个本 第二年还的这个本 和第三年还的这个本 这三个数加在一起是多少 2723.2 你算一算吧 就这么神奇 就这么神奇 2723.2 我每年的利息 这三个数加在一块多少 这个利息 这个利息和这个利息 加了一块多少 276.8 276.8 这就是实际利率 所以整个计算过程咱们OK了 一会儿呢 咱们带着大家把这个过程套到体里边 我们看看分路得怎么变 好不好 来吧 购入时 借固定资产 如果你买来不能立即用 那叫再建工程 买来能立即用 那叫固定资产 刚才举那个例子多少来的 2723.2 2723.2 咱们假设买来就能用 好 贷长期应付款 你一共这三年要给人多少钱 3000 所以长期应付款是3000 它不是应付账款 因为超过一年了 你会发现这俩之间有差格了 这差格叫什么 叫利息 我们用到的快递科目 叫未确认融资费用276.3 是不是这数 276.8 276.8 叫未确认融资费用 我稍微给你讲 扣细点 这是我整个三年的利息 我现在确认了吗 没 所以叫未确认 什么费 利息 利息本质上是融资 所以叫未确认融资费用 各位这回就记住了吧 好 接下来 我每年是不是要给人付钱呢 各位 每年付钱付多少 付1000 我刚才讲课的时候没有增值税 但如果题目当中给你了增值税 比如增值税率13% 那你每年付钱的时候 还得给人付一个增值税 所以你会取得专票做紧项 支付价款1130 增值税你不要折限 那东西没有意义 你交给国家的 一或是你进行抵扣的 那东西你不要折限 明白了 没有意义 好 你每一期是不是要算利息啊 你第一年算出来的利息是多少来的 136.16 这不第一年利息吗 那如果这个已经进固定资产了 这就没有必要进载电工程了 什么情况进载电工程 我还是在建设期间 那这个利息进载电工程 但我现在已经来了 就是固定资产了 直接把它记录到财务费用当中 这数是136.16 所以借财务费用136.16 带未确认融资费用136.16 OK了 整个会计处理咱们说完了 那么在这里各位同学 我要求你必须在这个阶段 就得把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一趴 要吃透 因为你这个东西会了 无形资产它也有分期购买 你就会了 我们讲金融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也是这点东西 我们用到的货币时间价值 就是一个负利的限制计算 和年金限制计算 因此就这点东西 是我用到财管上的 剩余的我都不用 你什么常债基金永续年金 那东西跟我没有关系 我就用这俩 我都给你补上了 你必须得会啊同学 要不然学到后边 人家哗哗哗都算 你跟他咔咔咔卡住了 那不成 那不成 好 说一说考试吧 各位 如果是分期付款 购买固定资产 那这个固定资产 路上成本怎么确定 刚才说了 是限制对吧 是限制 所以各位同学 要求你会计算 当然在这里 我额外提示 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 很简单 买来就进固定资产了 如果买来 它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呢 怎么办 再建工程 再建工程 然后如果第一年年末 你还没有转雇 没有转雇就是没有转雇定资产 那这时候利息怎么办 也得进再建工程 记住 也得进再建工程 比如说我没提醒你 也得进再建工程 如果它转雇了 那就不是了 财务费用 这是我要提示大家的 来吧 各位 下边呢 我把长期应付款 它的计算 给大家列示出来了 你喜欢看就看 如果我刚才讲的这事 你能听得懂 你不用算了 你不用算了 就按照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过程 就可以了 我接下来给你准备一道例题 我带着你再来一遍 两遍咱怎么的也能会了 21年1月1日 蒋公司与公司签订一项设备采购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 蒋公司分三年 等而支付设备采购价款 每年12月31日支付500万 合计1500万 当日设备已运抵蒋公司 并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蒋公司适用的折线率为5% 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 然后给你了 期数是三期利率5%的 年金限值 系数是2.7232 要求根据上述经纪五编甲公司 相关年度会计付 各位编几年的 人说编相关年度会计付 各位编几年的 三年 你多就编一年 那两年你会 你没编考试不给你分 编三年的 好不好 来 接下来 首先第一个 你每年年末付给人家500万 123 每年年末500万 这是啥 什么年金啊 所以我们固定资产的路上 以购买价款的限值为基础 来进行确定 那应该是500乘以年金限值系数 2.7232 算出来的限值 这个点的 P 等于1361.6 你整个这三年 合计要付给人家的本利盒 是1500 而你算出来的本金 写边上吧 这是本金 这是利息 这是本利盒 本金是1361.6 本利盒是1500 中间这俩有差额 利息138.4 这叫未确认融资费用 我多说一句 你拿长期应付款的账面余额 减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借方余额 就是长期应付款的账面价值 因为我刚才说了 未确认融资费用 它是长期应付款的背底颗墨 所以你拿长期应付款的 这个账面余额 去减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余额 就是它的账面价值 说清楚了吧 好了 来吧 我们看一下 这里给你总领个表格 你最初最初的本金是多少 本金是多少 1361.6 这是本金 对吧 利息怎么算 本金成利率 所以你第一年的利息 应该是拿年初的本 去成5% 算出来第一年的利息费用是68.08 一个人负责本利盒是500 这里含利息68.08 请问你偿还的本金是多少 偿还的本金 那是500减去68.08 431.92 431.92 没问题了吧 那你第一年年末本金还剩多少啊 拿年初的本减去你当年 还的本就是第一年年末的本呗 所以本金剩929.68 跟上了吧 第二年的利息怎么算 你也拿第二年年初的本 去成以实际利率 5% 算出第二年的利息是46.48 然后你第二年付给人家的本利盒 还是500 拿500去减46.48 剩的这部分 就是你当年还的本金 那你年末还剩多少本金呢 还是个道理 拿年初的减当年还的 就是我年末的 那到最后一年呢 各位 最后一年到几了 咋到几 我需要还的本 还有476.16 我还的本利盒是500 拿500去减476.16 剩的就是利息 23.84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 你整个这三年的利息 是138.4 对吧 你第一年还了 你第二年还了 剩的都是第三年的 两种方式都可以倒计出来 各位 两种方式都可以倒计出来 来吧 我们看看会计费路 第一年付款时 我们这题没有考虑增值税 借长期应付款500 带银行付款500 然后你第一年算出来的利息是 68.08 所以借财务费用68.08 带未确许融资费用68.08 来这是第一年的 第二年变 第三年变 结束 数我不给你算了 好不好 数我不给你算了 各位 如果你 OK了的话 你放心 你放心 你基本上 这个点你就通了 后边什么无形资产 债权投资 你就都会了 包括我们收入 也有这点东西 我再次强调 我们筑块 会计去坷 用财管 就用这些东西 别的东西我不用了 别的东西我不用了 我建议同学 你能看得懂 未必你自己动手会算 所以下课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动手去算一算 好不好 来吧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 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 刚才说的什么 买进来的外购 那下面说 自己建造 自行建造 这里包括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自营工程 第二是初包工程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现在企业要建一条符合我自己生产情况的生产线 最后你买不来 你只能自行建造 比如说现在我企业要建一个办公楼或者一座厂房 各位你想建就建 你以为你是耍大宝建的呀 各位建房 在中国要有建筑的施工资质 所以这时候你可能自己没有施工资质 怎么办 把它包出去 所以我们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包括两种方式 第一个自建 第二出包 来先说自建 各位 你要自行建造 你得干啥 比如说我现在要建这个生产线 你是不是得去买跟生产线建造相关的一些物资啊 这叫工程物资 所以自行建造生产线 最终最终固定资产的入账成本如何确定呢 还是那句话记住听好了 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之处 一定记住是钱所发生的必要之处 来吧 具体我们看一下 当你购入工程物资时 借工程物资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进项税费贷 带银行存款等 然后工程物资被工程领用 借在建工程带工程物资 支付工程款时 借在建工程带银行存款 当然有赠税可以抵扣 该抵扣要抵扣 发生工程人员薪酬 借在建工程带应付职工薪酬 各位 你工程可能会领用本企业的材料 或者是本企业生产的产品 记住 不管是材料 还是产品 按成本价给我进到 在建工程当中 借在建工程带库存商品或原材料 什么时间转雇 各位 什么时间转雇 记住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有的时候 咱们做快考试 这个题 他这么给你写 说4月15号这一天 达到了预定和使用状态 然后6月18号这一天 验收合格 7月26号这一天 投产使用 9月29号这一天 巴理了竣工结算 你看他给你这么多日期 我就问你 哪天转雇 哪天 什么验收盒 什么正式使用 什么什么竣工结算 你呀别跟我这插会了 我就找哪天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哪天转雇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记住了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什么意思 就我能用了 但用不用 我说我达到预定 使用状态 我不用 不用是你不用的事 但我已经能用了 听懂的意思了吧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转雇 借固定资产 待在建工程 好了 各位这里你会发现 刚才我在写的过程当中 我说到了9月29号的时候 我才办理了竣工结算 什么叫竣工结算 就我算是整个这个工程 我到底花了多少钱 但是我在4月15号这天 我没有办理竣工结算 我的在建工程听好了 我的在建工程的借方 我归集来的金额 比如说是3625万 这数 他不是最终 竣工结算的金额 那怎么办 你得让我转雇啊 怎么办 我估一个 所以我去估计 固定资产价值 至于怎么估 你别管 你别超纳心 咱猪块 硬是硬是 实物上爱咋咕咋咕 什么咕啊 姨呀 大爷呀 四舅嘛 我不管了 我告诉你估完之后 各位你就转雇 一会我们讲折旧 你固定资产当月增加 从4月开始给我提折旧 所以我4月15号这一天 我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我4月这一天我就转雇 我从5月1号开始 我往后就提折旧了 明白了 按规定提折旧 好 到了9月29号这一天 你是不是竣工结算了 你当时决算的金额 跟你当时占顾的金额 可能不一致了 不一致怎么办 调 算差错吗 不算 调不调 调 把你原来固定资产的金额给我调了 但 各位 你原来从5月到9月 这点时间你提过折旧 还调吗 不调了 但不需要调整 原以计题折旧的金额 为什么 各位 水是有缘的 处是有根的 准则这么规定 不是拍脑门是有原因的 因为本身固定资产折旧 这个事 它叫会计估计 而会计估计发生变更 我们准着要求采用未来试用法 啥意思 你不929这一天 你重新调了固定资产吗 那从这天往后 我按照新的金额区提折旧 前面的既往不咎 不要纠结 也不要去多想 因为一旦纠结 一旦多想 考试又不考又浪费你的时间 杀死你的脑细胞了 千万不究竟 记住这些话就行了 好不好 原因就是因为 它是会计估计变更 而会计估计变更 我们未来试用 好 再往下 你整个在建造的过程当中 能那么一帆风顺吗 能不能风调雨顺吗 未必呀 所以有可能你的工程物资 在建设期间发生什么盘亏呀 报废呀 毁损呀 总而言之 不是啥好事 对吧 那你如果你这个投保了 抑或是有责任 他给你赔了 你的损失是 1500万 但是保险公司给你赔了 1000万 各位 这500万叫什么 叫净损失 听好了 净损失 你在什么期间 建设期间 很关键的建设期间的净损失 最后要增加工程成本 说白了 这500进哪 各位同学 把那四个字给我打出来 这500的净损失 最后进哪了 各位 那四个字叫什么 再进工程 它增加工程成本 增加工程成本 如果是盘盈了呢 那就冲减再进工程 你看你盘亏了 或者毁损了 你增加再进工程 盘盈就冲减再进工程 注意 建设期间是这样的 如果完工之后呢 那就进当期随意咯 就别跟我再建工程 再涉及了 明白了吗 盘亏了 毁损了 报废了 直接进当期随意 跟再建工程 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说明白了吧 各位 如果你现在是拿自由的土地 在土地上建房 假设我有这样的知识 我在我自有的土地上建房 我问你 这地叫啥 叫不了固定资产 不叫 它叫无形资产 你建的这房叫啥 这房叫固定资产 那你要不要把这个地价款 进入到房产当中呢 不要 房是房 地是地 房地分离 地做无形资产核酸 房做固定资产核酸 但是你可记住了 在我建设期间 这个土地它是有摊销的 如果满足资本化条件 比如你建设期足够长 超过一年了 那这块土地的摊销 在你房产建设期间 记录到房产的成本当中 记录到再建工程 而你建房的过程当中 你可不能把无形资产给我转到固定资产当中 这是不行的 土地属全这块 后面我们讲无形资产 我还会再次重点强调 还会再次重点强调 来吧 整个题 做个题 这是一道模拟单项选择题 说蒋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3年5月开始建造办公楼 下来各项应记录到假公司 所建办公楼成本的事 A 办公楼开始建造钱 借入专门借款发生的利息费用 你办公楼还没开建呢 你借的钱能资本化吗 答案是不能 所以它不进 B 为建造办公楼 购入工程物资支付的增值税 进向税额 你是一般纳税人 进向税额 何以抵扣 不进 C 办公楼达到预定状态后 发生的相关费用 那肯定不进我办公楼的成本 所以 C 不对 D 办公楼建策期间发生工程物资的报费损失 净损失 这个是要进的 所以本题正确答案是4D选项 OK了 好了 这是关于自行建造办公楼 它所定的会计处理 各位同学 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回来继续给大家讲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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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生工程物资 C